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调整常用程式的捷径数量 常用程式的功能是记录我们时常在使用的程式 好方便我们快速寻找 在工作列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内容 选择开始功能表 选择自定 要显示的最近使用程式数目 这边可以设定你想要的数量 现在我设定数量为2 按下确定 再按下确定 现在可以看到常用程式只剩下两个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设定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我是将常用程式设定为部组存 然后把空间释放给定权的程式 现在我将操作步骤设定给各位看 在工作列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内容 选择开始功能表 将组成最近开启的程式 并显示于开始功能表的核取方块 取消打勾 按下确定 现在常用程式这个功能 已经不会再记录你开启过的任何程式 所以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空间 可以定选你想要的程式 或者是资料夹的位置 现在要怎么样分配你的开始功能表 就要看你怎么设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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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